整间医院找不到任何医护人员 只有警察跟家属在伴随着哭声的病房与柜台间穿梭 走进病房才发现 病床上的六名患者早已没了呼吸 原来家户病房人去楼空 是因为四天前发生这件事 患者家属情绪失控 跳起来暴打医生 现场尖叫声不断 医生的领子手臂被拉扯 当场变成沙包 缺氧不是医生的错 但心急的家属当下管不了那么多 把气都出在医护人员身上 害得他们不只得对抗病毒 处理家属情绪 还得顾及自己的人身安全 有一派印度民众则是对医院的环境有疑虑 宁可点滴挂树上 躺树荫下接受五兆医护的治疗 又或者像这名三岁小男孩一样 家属买氧气瓶 在家自我隔离 至于目前还健康的印度民众 则是蜂涌至施打中心强打疫苗 怕一旦染疫 真的没要救 CNN记者来到恒河边的盛城瓦拉纳西 天刚亮 河边火化遗体炉子的余烟还没散去 岸边仍有零星火堆 因为遗体真的烧不完 当地官员称 这里的新冠死者人数 一天约八到十位 显然跟火葬场的说法有所抵触 印度恒河的岸边变成临时火葬场 CN团队在岸边待了两个小时 看到有七具遗体送来这里火化 家属悲痛又气愤 痛批政府无能 恒河旁的火堆代表一个个失去的生命 胜利死别的悲伤情绪弥漫在全国 印度连两天单日确诊破四十一万 死亡数同样逼近四千人 疫情居高不下 总理莫迪竟然还要砸十八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五百亿来翻修国会 五百亿不拿来盖医院增购医疗设施 而是拿来翻修国会跟总理官邸 莫迪不知民间疾苦的行径 彻底激起印度民众怒火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